因為它可以縮短消費者在購買時的採購的行為 但是一個品牌的重要性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給消費者一個承諾 不管是你本身品牌的特性 或者說你品牌本身提供的服務 或者是產品 那一定要滿足消費者他的一個喜好 所以我覺得對我而言 品牌它是一個對消費者縮短 決策行為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當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當然面對市場的一個挑戰 那當然市場的挑戰你要去做很多的研究 你要去了解消費者的一個行為 消費者的一個動態 消費者的一個喜好 那針對這些喜好 你要去發展你的品牌 發展你的產品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 其實對所有的中小企業 或者是台灣的企業來講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在品牌計畫裡面 我覺得因為品牌計畫它包含三個部分 一個是品牌的一個管理 那品牌通路的一個管理 然後以及所謂的這個制裁方面的一個輔導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的專業的公司 那提供給我們這些業主 很多的一個規劃跟策略的一個建議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 的確是可以給台灣很多的企業 在打造品牌的過程裡面 然後得到很多的一個幫助跟收穫 那我非常的感謝這個經濟部工業局 能夠有一個品牌台灣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計畫